你曾有过梦想吗? 就梦的路上是否也曾伤痕累累? 世界第一造船师汤姆 用自己的两次生命 向土利弗兰奇 诠释了梦想的真正含义 22年前 汤姆缩流了被父母抛弃的弗兰奇 蛇衰的小弗兰奇痴迷于建造战舰 目标是造出最厉害的船 用它击败海王类 这种危险的行为 没少让大师兄冰伤抱怨 但师傅汤姆给了弗兰奇最大的宽容 汤姆是清水之都著名的造船师 从他手中曾经诞生过 许多了不起的海贼船 但弗兰奇问道 如何设计一艘海贼船师 汤姆却说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海贼船的设计图 挂上海贼旗 船就变成了海贼船 挂上了海军旗 就变成了海军船 造船师从来不会定义自己的船 但身为男人 要为自己造出了船 骄傲的挺起胸膛 弗兰奇似懂非懂的听着 此时的清水之都 正因为频繁发生的洪水 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贸易 造船也遭受沉重打击 就在所有人都陷入绝望时 汤姆却有一个梦想 他想要改变这座城市 这位世界第一的造船师 开始没日没夜的设计 一个能够让汽水之都重生的希望 然而操稿中的梦想 还没来得及实现 世界政府的司法船突然到来 将汤姆逮捕 罪名是 为海贼王罗杰 建造了船只奥罗杰克斯身号 汤姆作为世界第一罪犯的帮凶 将被邀往四发岛 处于四星 面对严酷的审判 汤姆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 只是坚定的说 自己正在构思一种 可以在海上行驶的蒸汽列车 它可以成为这座城市的救星 挽救正在沉没的汽水之都 面对人们的质疑 汤姆将自己的想法一项项列出 浮动的轨道可以避免海浪的破坏 同时轨道可以作为路标 无需记录指针 行驶的噪音能够驱赶鱼类 让好玩类不会靠近 那些世人眼中无法想象的困难 都有了天才般的解决方式 之后连法官也被汤姆折服 决定为那样的未来堵上一把 汤姆最终被判决十年缓星 这十年将作为海上列车的开发时间 他成功火下来了 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 往后的十年里 汤姆工作室开始潜行建造海列车 他们没日没夜的改进着设计 无惧风雨的打磨运行机 师徒伤人齐心协力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十年很快过去 这一天 一条消息不禁而走 振奋整座城市 汤姆把海列车照出来了 人们冲到岸边 海列车迷响号角 如同这座城市新生的第一句啼哭 运载着满满淡淡的希望 飞越蓝天碧海 留下一串长长的轰鸣 宣告海上列车 冒烟汤姆号建造成功 汤姆兑现了承诺 在缓行的十年里 成功开通了海上列车 并在接下来的四年里 又完成了其余三条线路 交通不再困扫汽水之都 但海上贸易 并没有如想象中那么快复苏 这样的结果 能否抵消汤姆的罪行呢 人们心里都没有地 距离善事审判 已经过去了十四年 司法船将在三天后重新到来 到时候将会再次决定汤姆的生死 看着冰山担忧的样子 汤姆依然只是大笑着回应 能做的都做了 男子汉只要挺起胸膛 就行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不速之客出现 时任CP5长官的斯帆达姆 找到了汤姆 想要冰问古代兵器 冰王设计图的下落 还导创用给罗杰造船的罪名 威胁汤姆 但汤姆坚持没有冰王设计图 斯帆达姆只能信心离去 转头又去打听了 十年前汤姆缓行 以及海列车的故事 在得知三天后 司法船将会到来 并很可能取消汤姆的罪行时 斯帆达姆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三天后 判决的日子到来了 司法船如期而至 就连法官自己都十分欣慰 他相信无论是谁 只要见识过海上列车 都会同意免除汤姆的罪行 人们聚集在司法船边 准备见证这一时刻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 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 就在不远处的海面上 一批战舰正在攻击司法船 弗兰奇简直不敢相信 凶手竟然都是自己的作品 港口瞬间乱作一团 大批市民被爆炸波及 汤姆和冰山一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知道 弗兰奇绝对不会做这件事 而此时真正的凶手 正在远处的角落里 围观这场大戏 战舰还在不停发动攻击 司法船被强大火离炸船 即将沉没 潜伏其中的特工们 开始操控战舰 驶回汤姆工作室 准备将这起袭击的罪名 彻底作死 冰山和汤姆虽然识破了对手的阴谋 但当他们赶到时 船上已经空无一人 背后的两艘战舰突然发动袭击 强烈的炮火 随便将整座港湾拖进火海 等弗兰奇回来时 战舰已经全部被破坏 证据没有了 自己最重要的两个亲人 身受重伤 倒在地上 冰山憋着一肚子的怒气 一拳将弗兰奇打飞 明明自己已经叮嘱过无数次 却依然无法阻止这样的结局 这股由弗兰奇 亲手打造出来的危险力量 现在被坏人利用 将炮口直向了自己真事的一切 事到如今 他们已经身陷圈套 他们好不容易争取而来的赎罪 也彻底化为泡影 冰山失心裂肺的骂声 吵起了一盘重伤的汤姆 他被弗兰奇设计出来的鱼枪击中 刺进去后将无法拔出来 然而汤姆依然笑嘻嘻的 没有责备弗兰奇 斯班达姆再次出现 得意洋洋的抓走了三人 很快第二场审判 在司法船的残骸前再次开庭 法官当众质问汤姆 为什么要袭击司法船 原本因为海列车的攻击 已经打算免除他的罪心 弗兰奇愤怒的嘶吼着 指责斯班达姆才是真凶 反而遭到斯班达姆的讥讽 难道那些战舰不是他制造的吗 弗兰奇无言以对 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一直沉默不语的汤姆 突然起身挣脱手铐 周农一拳将弗兰奇打飞 冰山目瞪口呆 这竟然是汤姆先生第一次打弗兰奇 汤姆愤怒的盯着弗兰奇 斥责他 无论曾经做过什么 唯独不是自己的船 这句话是绝对不可以说的 当着弗兰奇的面 汤姆将鱼枪拔了下来 顿时鲜血飞溅 他将给这位徒弟留下最后一刻 不管是什么船 造船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 今后要造什么船都不要紧 但是 自己造出来的船 无论伤害了谁 就算毁灭了整个世界 身为他的父母也必须爱他 身为制造他的人 不能否定他 不能责备他 一向温和的造船师汤姆 生平第一次发疯了 他甚至此时弗兰奇心中的那份痛苦 一点也不比别人少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解作 遭到坏人的利用 一定恨不得将眼前遮交或作非 汤姆一拳痛击斯帆达姆 替弗兰奇狠狠出了口恶气 但这样袭击官员的行为 也再次加上了他的罪心 海军射出了麻醉弹将他放倒 斯帆达姆思吼着 要把汤姆工作室一网打尽 人们也重新质疑起汤姆 早就把灵魂出卖给了海贼 一切都无可救药的时候 汤姆用最后的欺利 大方承认了自己袭击司法床的罪责 却又请求法官 用建造海列车的功劳 来抵消今天的罪名 法官犹疑的答应了 这样做 只是让审判回到了14年前的起点 汤姆还是会因为帮助过罗杰 而被处以死刑 有什么意义吗 但这正是汤姆想要的结果 汤姆选择一个人 将所有罪责揽下 用自己的命 换来了其他人的生路 虽然又被伤了14年前的罪名 但这座城市 已经和14年前全然不同 这座岛屿现在充满活力和希望 不管今后会怎么样 至少自己 想要帮助这座城市的梦想 确实已经实现了 直到最后 汤姆还希望 能够解脱弗兰奇心中的痛苦 世界第一造船师终于完全倒下 斯帕达姆一副小人得知的模样 命令手下 离个将其带上海列车 准备押回四花岛 编分自己的弗兰奇终于爆发 超级枪托 狠狠砸向斯帕达姆 与海军们打了气哀 发誓要将汤姆先生抢回来 使向四花岛的海列车很快开动 特工们惊讶地发现 前方的轨道上 竟然站着一个小鬼 伤痕烈烈的弗兰奇 将自己的全部火力 护向那艘汤姆倾注了无数心血 建造出来的海列车 却丝毫无法改变 他滚滚向前的决绝 在最后的悲鸣中 弗兰奇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挡在了铁轨面前 海列车一声咆哮 用真正作响的车轮 彻底撵过少年的生命 和他未完成的梦想 那一天 海列车带走了创造他的汤姆 也带走了弗兰奇的梦之船 四年后 冰山被推举为 七水之都的市长 继承了汤姆的医治 继续带领这座城市前进 某一天 改造人弗兰奇回来了 他脱胎晃骨 没有了半分过去的痕迹 两个四兄弟一见面 马上因为当年的事大吵一架 但冰山嘴上说得 无法原谅弗兰奇 却还是希望 他能带上冥王的设计图 永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尽管过去了那么久 得知弗兰奇还活着 冰山终究 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累穗 弗兰奇似乎明白了什么 但他不打算离开 而是想要继续守护 这座汤姆喜欢的城市 他已经完全放弃了造船 将自己的梦想 牢牢所在的内心深处 反而以拆船为业 在七水之都的后街 收留了众多流乱汉 逐渐起的弗兰奇家族 一边做着船只解体的生意 另一边清理着 危害这座城市的海贼 以自己的方式 保护着七水之都 在看不到的角落里 继续着汤姆的梦想 并将他变成了 自己留在这座城市的异物 直到草猫一伙出现 一起经历了 斯瓦岛的生死决战 弗兰奇打心眼里 喜欢这伙人 也为了他们破例 重新开始建造船只 三年号就是自己的梦之船 是这辈子最后的作品 送给了草猫一伙 但自己坚决不愿意离开 无论罗宾族和蹂林 也绝不松口 这点最后的尊严 还是被最了解 他的冰山错船了 这座船还不是梦之船 明明弗兰奇 还有另外一半的梦想 就是城上自己打造的梦之船 亲眼目睹他经历无数闲助 到达大海的尽头 即便那时候船已经伤痕累累 也会闪耀出 任何船都没有的伟大光芒 成为真正的梦之船 冰山完全明白 弗兰奇自汤姆那件事后 就一直在这座岛上徘徊不前 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在赎罪 始终都活在悔恨中 压爱着自己的本性 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可是明明那一天 他就得到了汤姆先生的原谅 到最后没有得到的 是自己的原谅啊 到此为止了 为自己的梦想而活吧 徘徊在过去的阴霾中 止步不前的人生 用无法改变的事实 继续惩罚了自己 难道要到停止呼吸的那一刻 采用一句无光痛痒的遗憾 再去总结自己的一生吗 是男子汉就给我挺起胸膛 压抑心中多年的悔恨 花着滚烫的泪水 进入脚下这座城市 和自己握手和解 无所畏惧 男儿丹裸奔 立像超偷 雄狮领百兽 追逐梦想的路上 会有许多磕磕绊绊 有人向前 有人退后 有人观望 有人彷徨 不是所有付出 都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梦想也不是便利店货架上的零食 人到付款就能拥有 他总是遥不可及 也因此民族珍贵 吸引着我们穷尽一生去追逐 至于结果如何 只要挺起胸膛去面对 就足够了 还记得你的梦想是什么吗 我是主要本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汤姆和弗兰奇的故事 接下来还会分享不同的海贼王故事 敬请期待